全國勞工界會進入五一勞動節。 在今天上午節省中,由全國總工會議事長水祥明, 台灣省總工會議事長吳俊恩, 他也是總工會議事長洪中興等代表。 到台大醫院榮總總醫院,慰問兵工傷患的住院勞工, 贈送了日用品。他們一共慰問了三百多名住院的傷患勞工, 祝福他們早日康復,回到工作的崗位, 繼續為經濟建設而奉獻力量。